你站庄你真正要做的就是它的两脚的宽度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包括你两脚它站多宽,为什么? 你得详详细细的,你得明白才能站好 那如果你想学的话,今天我给你讲一下 就是站庄的两脚宽度 你看我大家,我现在给大家拿了个木头人 这个木头人的宽度,你看现在的宽度就是两脚的里侧和两肩外侧的宽 那你也发现跨与脚,它就不是上下吹去的 它是斜向支撑的 好,有了这个斜向支撑,你能看明白之后呢 我真正给你演示一下,你就明白了 然后我们平常练习过程中,两脚打开 你也做到两脚里侧与两肩外侧的宽度 对吧,你做到这个宽度之后,你先左右晃一下 它最起码,它脚底本的这个稳定性呢,它会比较好 很多同学就直接就发热了 然后你这个能够左右晃动的过程中 你保证前脚掌,脚后跟在晃动的时候都不能飘 那么这个时候你脚尖方向就出来了 如果你说我在晃动过程中 我的大拇指那个地方比较飘 那么你的脚尖就是外巴 如果你大拇指的地方感觉偏重 那么你就能够好 你只有把它们在晃动过程中 动态中找到平衡 那么静态战装方向直接就倒霉了 你看,战装我说过来自于生活 起源于生活 很多同学都把战装当成了一种 就是感觉都学不会的这种招数了 好好练吧大家 跟着我咱们一步一步的 有啥问题 您别单打不斗了 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学习 咱们的目的不都是说 想把战装学得越来越好吗